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宣誓就任行政会委员 仪式结束之后 林金成表示 现任的行政长官任期虽是明年届满 但他认为在这个时候 获得行政长官委任成为行政会委员是很正常 有需要就委任 林金成表示 自己有不同的职位 但根据不同的职位做不同的工作 以他多年的服务社会的经验 对于自己在行政会的工作也有帮助 将会尽力为社会服务 以澳门特区的总体利益为主 土地公务运输局开始强制清策 黑沙云港福祥花园通天的潜建物 潜建物涉及4楼、10楼、13楼共6个单位 除了花龙之外 10楼的通天位置 有人在半空用铁板持专潜建地台 公务局在去年接住户的投诉 由立案调查到强制清策 历史超过一年 公务局城市建設厅厅长陈荣喜解释 时间长是因为现时的都市建筑总章情复杂 陈荣喜也表示 这次清策潜建物的工程复杂 估计涉及的4个单位 每户要向政府归还10万至20万的清策费 好 回到现场大家收睇的莲花卫视的现场直播互动节目澳门开港 今天跟大家一起探讨五套本楼人口老年化以及养老狐狼的问题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看新闻片了解下本楼人口老年化的相关情况 统计局公布2011-2036年人口预测结果显示 澳门总人口预计由现时的55.74万人增至2036年的75.99万人 年平均增长率为1.2% 其中值得关注的是人口老化速度加剧 65岁或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将上升至2021年的12% 而2031年更会达至19% 即是每5个人就有1个是长者 目前本屋65岁或以上的人口有4万多人 占全体人口的7.3% 根据联合国的相关标准 65岁或以上人口比例超过7%就算是进入老龄化社会 按照这样的标准 高门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而且未来的20年人口老化速度会明显加快 因时由11名成人抚养1名老年人 到了25年后将会加重至3名成年人抚养1名老年人 人口老化的影响层面很广泛 在经济方面人口老化可以造成劳动力缩减 影响就业 整体经济产能和税收下降 不利长期经济成长 在社会方面将会影响家庭组成 生活干牌、住屋需求 在医疗成本方面 年长者因为身体状况相对较差 增加社会医疗成本和保健的支出 在政治方面 则将会影响投票模式 甚至政策走向 根据外国的经验 老年人在政治上倾向比较保守 是老年人口较多的国家 政治上一般呈现保守的风气 解决人口老化其中一个方法是鼓励生育 但燕士本澳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地区之一 年轻一代晚婚的情况也越来越普遍 生小孩也是一个起两个子 甚至选择不生 日后老了谁来养?谁来照顾? 养儿防老是中国人传统的心态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家庭建构的改变 晚年由子女来供养似乎渐渐脱离现实 加上本澳会人员严重流失 各科治疗医师严重缺乏 影响长者安向晚年 要怎样有效地应对人口老化问题 让长者真正能够安向晚年 老有所养以及老龄化社会带来的各种挑战 特区政府应未遇筹谋 在制定长远人口政策和发展策略时 考虑人口老化所带来的冲击 我回到现场 本楼人口老化出道隔期 养儿政策面对很大的考验 那么本楼的长者退一保障和养儿的福利政策做得足不足够呢? 我们现在先来看一看的采访片 看看本楼的长者和从事长者服务的工作人员 是怎么看本楼的长者福利政策的 你觉得现在那个退休金足不足够呢? 又不是说很丰富 就是可以呢 总算是省省的都可以叫它足够的了 是不是? 现在的物资那么贵呢 总之买一样都起了价 仍然不够用的三千元 如果是这样不够用的 看回他们都可能有养老金 每一年有敬老金 可能有一些养殖金等等 加上看起来好像很多钱 但是其实你计算一般的情况之下 他们都是相对三千元 每个月的基本收入 这个是他们 都是未达到一个经济援助金的三千四百五十元 一条最低维生指数的那条底线 那可能他们都会问 为什么我们连一些最基本的需要都满足不了呢? 那另外一件事就可以看回 虽然他们可以满足到 都那个福利上挺好的 但是其实他们都是处于一个相对贫穷的状态 就是他们仍然都是贫穷的 那当然可能会有饱饭吃 但是一些说生活质素好不好呢? 其实都看到了 除非不可以有病有痛 如果你一有病有痛就衍生到一个医疗政策上的问题 你觉得长者医疗服务这方面政府做得好吗? 这个肺炎问题比较急疹 急疹上七年要等很久的 要等几个小时 比较慢一点 有时候有什么痛楚那些问题 真的去到排队就不太好了 你觉得他们反应最多和诉求最多是哪方面的问题? 是住屋 因为他们很多时候就不和家人一起住的 我最希望老人院 真的要设备多一些 延善一些 老人就安置得好 住老人院也是紧张的 因为我们经常都和老人家 做一个中央轮航机制的申请的时候 都要等一段很长的时间 有一年两年 就要排位、轮位 很多人不想入老人院的 除非他真的没有能力照顾自己 他才想入老人院 基本上很多老人家 希望是园区安置的 好 回到现场人和现场人嘉宾谈谈 刚刚在新闻片中有提到 一人家团的最低卫生指数是3,450元 而养老金每个月就有3千多元 就有3千元 有声音之前就有提出建议 养老金应该和最低卫生指数掛勾 我想问一下现场嘉宾应不应同 或者是否赞成呢? 何主任 其实我想在这个位置上 都提出过 之前有说过 比如说世界银行都有一个窗户 就是退休保障的三大支柱 包括是政府去管理 由一些税收去组织一个安全网 亦都自己的储蓄 另外一些强制性供款 去组织退休可以保障到他们的生活 现时这一个 经常都说是和最低卫生指数 未掛勾的时候 其实很多长者都提出 是需要把它去统一 因为其实过往都有不同的 坊间有些评论 都说到 其实究竟有一个什么的标准 是不是突然间通货膨胀的时候 政府再按一些比例 又再调升呢? 究竟那个准则在哪里呢? 其实这个位置 都希望政府是要去考虑一个标准线 那你贊不贊成和最低卫生指数挂勾呢? 我贊成的 你贊成的? 我本人贊成的 那这个问题我也想问一下曾教授的 你的看法呢? 是 我想一个养老的问题 是一个很综合考虑的问题 不单单是经济 因为我们都会看到 其实经济是否足够是相对的 因为我们学院都曾经在之前做过一些研究 包括我们在2004年做一个全澳的长者 在长期照顾一个健康需求的研究 那里也显示到 都相当部分的老人觉得经济是不足够的 因为那些钱是用来做哪里呢? 他可能要除了看病 还要吃饭 还要租房子等等 就是很复杂的一些需求在这里 所以我们单单看钱够不够是很相对的 我们可能在其他方面都要帮他去解决 他在医疗方面是免费的 但是他那些医疗券的那些范畴 可否说买一些无法机 或者是一些等等的一些相关的物资都给他买呢? 或者是我们要看我个人 我赞同是给长者足够的金额 因为我们要维持一个生活质素 这个是值得我们社会和全政府去考虑的 我自己是赞同的 但是我觉得是更加全面一点 不仅是看金钱的金额 好像我们刚刚看新闻频道同事都提到 好像都有 但是我们每样都贵 这个时候你假如其他地方解决不了的时候 他单单着眼起一点是不够的 明白 梁老师 我想刚才两位都说了很多了 其实我认为离家三千元 老实说澳门生活的确是困难 我认为甚至乎加到真的维生指数三千四百多 都还是很困难的 其实我认为很重要的是 政府已经全面检视一下 现在整个安务政策是怎样做的 除了一个金额之外 刚才说加到三千四百多 都其实距离一个所谓合理的生活水平 质素生活都相差很远 甚至乎现在比较 譬如我们的收入中位数 已经去到一万五千元 即使我们计算一半 都要七千五百元 才是为之 通常我们国际惯用的一个贫穷线 即是说 即使加到三千四百五十 他们依然都是贫穷线之下 还要很多 我们要维持一个 长至一个有尊严的生活 其实是否要一个比较长远的政策 甚至乎我们说到除了金额之外 譬如刚才教授也提到金额 除了金额之外 另外就是 其实我们见到政府很多东西 都是跟整个安务政策有些背道而驰 包括早几年前 例如鸣户护理学院也提供了一个意见 就是原居安务 就是让他们不要那么快去到安务院 但是你想想 房屋局建成的单位 都是一房两房 你很难想像 如果一家人 三代同堂照顾了阿爺阿嬷 但是怎么可能是一间两房的单位住 除非你真的很有钱 其实你见到整个政府配套政策是没有的 接着你就希望人家可以原居安务 建少一些安务院 但是似乎 整个政策没有任何配套之下 其实就会造成一个 现在一些老人家 就会担心 包括怕年轻人能不能养自己 又会担心 其实房屋够不够住 或者甚至乎 在我们的环社里面 很多老人家其实不想住安务院 有能力的话 都可以在家里住最好 但是似乎 现在很多政策都没有任何配套之下 那你叫老人家去哪呢 好明白 我们现在听一听家庭观众的电话 现在有林先生在线 你好林先生 你好林先生 以我个外的意见来看 这个又是一个标准的偽命题 为什么 什么叫老人社会 因为人口出生又低 没有外来的移民补充 那就引致社会的现象 好像日本一样 每一对夫妻只生1.14对子女 接着又拒绝外来移民 自然的社会 慢慢就会是老人社会 但是澳门现实又不是这样 因为澳门的出生率 每一对夫妻还有2.1的出生率 就是每两个人生2个人 人口基本没有少到 还有定期的移民 包括最主要是国内移民 定期定量的来澳门 每天有适当的配额 所以根本就不会存在老年人的社会 特切的问题 最急切的问题 就是社会自然错配的问题 我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 很多年轻人 因为大量的劳工充斥 而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因为有些某些人是不可以入赌场 或者不可以抓斜某些条件所限 加入不了这两个受保护的行业之后 就没有办法找到合适的或者满意的工作 让自己可以继续有充裕的生活 去照顾即将年老的老人 即是自己父母或者长辈 而老人家又因为物价太贵了 他担心退休之后的经济能力 负担不起 又不想增加年轻人的负担 结果就不敢退休 这个就不是老龄社会 这个叫他畸形社会 但是澳门就继续畸形下去 为什么呢 官商勾结的问题一旦不解决 政策偏邪的问题不解决 好像公务局 那个刘士尤司长 起不到万九的单位 把单位拆小 一开三个人质型单位 你这个十八十六年都没得卖 没得转让的单位给人 那别人结婚又不行 是吧 生孩子又不行 如果进入老人家来住更加不行 那你就是不拿 你拿着十六年不能动 那十六年里面 如果比如有老人家要退休了 那你说他住哪里 或者林先生问你的问题 你觉得本来老人的福利政策做得好不好 或者捉不捉搅 其实老人的福利政策呢 就社会投放的资源 其实是 不可以说不足 或者不可以少 但是错配 有些有心去做事的团体呢 就拿不到资源 有些不做事的呢 就拼命去拿资源 拿真的亿亿亿亿 但是呢 就只是拿不做 有些做表面功夫 我就不想谈哪个了 总之呢 社会人士眼睛人说亮 其实要解决这个问题 最主要都是 一个社会公义和公平 要走向社会公义和公平 就可以解决 如果仍然是 现在这个社会体制 官商勾结 不是不是勾结 不是不是勾结 官商一体 传统社利益社团 壟断了所有社会资源的话 那就说什么都没用 如果扔了一个石头下海 它就浅起水花 就不会产生效益的 就是这样 林先生下个月就会有施政报告了 那你有没有意见想提出的呢 其实如果说施政报告 我只是想一句话说 希望每一个人可以有立场 但一定有良心和道德 最主要是由行政局 长官以降 到司局级官员 到所有立法会议员 行政会议委员 或者社会各方言答 你们可以有立场 但一定有良心和道德 我就是想这样说 明白你的意思 多谢你的电话 林先生 我们明下有个观众电话 高小姐 你好 高小姐 你好 高小姐你好 那些老人家 那些老人家 晚年的生活过得好些 现在的年轻一代 又要供楼 又要养小孩 負担很重 所以老人家的照顾 可能真的差了 因为物价太贵了 你时不时在街上 看到那些老人家 推着那些车 撕着那些纸皮 我们那些社团 收到政府这么多资助 又说帮我们解决这些问题 忘记社团去关心那些老人家 在街上执一车一车 一车的纸皮 老人家不是去娱乐 不是他们讲笑 他们是心痕的 有空没工作 就走去执纸皮 不是他们为了解决生活 有时候他们有点点职触 又申请不了那些最低维生指数 所以有时候 你做一个政府 我觉得Tracer是来自一个职线之间 我想他上场之后 我们的市民生活就会好很多 谁不知原来他几代人都这么好 我去到他这一代人 他们这一代人 那一代人对我们的市民这么差 我们记得以前我爸爸说 崔老先生对我们澳门市民 对中国人好好建屋 帮我们怎么样火灾 现在我不见他 他这么有钱 他可以免负几十亿岁 免负几十亿岁 免负减五年 但是对我们老人家 给多600元一年的元经老金 多1000元一个月 他几百亿盈余 2012年有700多亿盈余 他自己有没有良心 高小姐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你 其实现在除了养老金 每年都会有6600元的径老金 以及这几年都有中央公积金 以及现金分享 其实平均每个掌制 今天都有5000多元 只有4000多元 4000多元 一人160多元 那如果是65岁才开始 拿养老金 其实有5000多元 有一些有一半 有些补购 那高小姐 其实我想问一下 你的看法就是 你觉得多少钱才足够呢 我会觉得 起码都要 不要计算那些 所以养老的部分 起码都要4500元 其他那些不要计算了 其他那些不要计算了 起码要150元一天 搞定它三餐 150元一天 是的 因为现在的东西实在太贵了 那如果你是三十多元吃一个餐 那你还要买些生果 买些面包 买些东西 你不就150元先 其他那些不知道它有没有的 有时候它不派 你都知道它喜欢 就派不喜欢 就派了 现在没有制度的 那些钱就喜欢给社团 那些社团又不知道 去哪里做事 不知道做什么的 一年拿几十亿 八亿在澳门基金会 不如将这些钱给我们 它有多阔老 免得拼几岁 一年少收二十多亿 如果将这二十多亿养老人家 都不知道多好 哇 它又拿着股票赌场 股票陆加博企 阻得补充税赌场 完全不用拉高 我们这些老人家 拿50元净老金 今年一个月加50元 这些老人家笑 喝了两餐咖啡 它这么有钱 麻烦你给老人家出来 不要只顾着商人 你知道现在的通胀那么重要 在医疗又不到位 你知道这些老人家 但是早上六点钟去卫生中心门头 卡着拐掌 为了拿一个炒来看 口腔门诊 省点钱 连牙都没钱看 政府这个医疗又做不好 牙都不可以免化 有得症有得伤 你怎么可以这样的 就是做人的事 过得日过得自己 发财要懂得拿下品 不是怎样面对 它真的不怕 因为不是人事文说出来的 但是要提醒它一样 它总要接受历史的评价 人总有份荣誉感 可能荣誉感也没有 可能会有些 不知怎样面对历史的烈中 和自己的犯态 最后想和您谈谈 施政报告 或者提一些意见给政府 你想表达的意见是什么 我想表达的意见 好心会拿个良心出来 有那么多盈餘 不如一次给多些市民 改善全体市民的生活 下一次在2014年 我会回复在15年 每一个中央公司增购户口里面 一人注资3至5万 65岁立刻可以提 65岁打下那些 迟些才提 15年 这些牵涉到200亿左右 应该不过去拿些钱出来 他什么都做不到 建房子 建不出医疗 搞不好 不如实实地拿钱出来搞定 做好 一个人3至5万 明白你的意思 高雪姐多谢你的意见 我们现在就去广告 广告回来 我们会和大家谈谈 那个长者医疗服务问题 待会见 回到现场大家收看 简介的莲花卫视的 现场接报互动节目 《奥门开港》 今天和大家一起探讨 本额人口罗莲花 以及养老胡罗的问题 我们继续和现场嘉宾谈谈 想问一下梁老师 本额的长者 除了养老金每月3000万 每年还会有6600多元的境务金 以及这几年都有中央工资金 以及现金分享 如果65岁拿足的话 平均每个月都有5000多元 对比鄰近地区 例如香港 本来的长者福利政策 你觉得如何 其实在纯粹金额上 在澳门的长者拿到的钱 其实不算很少 对比香港来说 很多长者都是依靠中援 或者再加上 这个生果金的过活 其实不会相差很远的 纯粹金额 但有一样值得注意 刚才包括很多听众都说到 其实澳门的物价水平 近这几年是飞涨得很快的 我们的感觉 甚至乎食物的价格 比香港还要贵 不知道为什么 到现在都没有解释 甚至乎 在内地的通胀水平回落了 我们的物价依然 停留在很高的水平 很多时候 大家在袋子的钱 其实不够花 甚至乎 和生活水准 是远远被抛离 另外一个很重要 就是现在我们养老的系统 很大程度上 依赖的社会保障基金 但社会保障基金 来的这种运作模式 包括我们每个月 就是雇员的 要付15元 雇主要付30元 其实这个钱 根本完全不够养老 现在是很依赖 政府泵水到社会保障基金 才有钱去派 但其实那个钱 好视乎是博彩业的兴随 万一如果博彩业的下降 政府没有那么多钱 放到社会保障基金 整个社会保障基金的运作 就会有很大的问题 其中一个要思考的方向 就是社会保障基金 如何改革 令到他将来 真是可以保障到 未来庞大的老人家 退休的时候生活的问题 这个问题 曾教授 是 我想听众也提了很多问题 但我自己要看一个养老的问题 要综合去看 真的不要单单看金额 因为其他人支持不到 他多少钱都是不够的 而且梁老师也说了 其实我们很依赖社保 这种情况下 假以为潜度 大家都很辛苦 我们先看澳门政策的一个 整体的政府 老有所养 老有所属 老有所为 和员工安老家居照顾 我们参考其他地方的经验 例如上海 内地是比较老龄化 比较严重的地方 政府提出一个 9073的一个概念 即是90%的老人家 是依赖家庭照顾的 8%是依赖社区照顾的 8%是软石的照顾 我们澳门 当然 我们要结合澳门本土的特点 我们看澳门老龄化的情况 其实刚才起步 但我们有一个优势 因为澳门的人相对来说 是比较和谐 而且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是比较密切一点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也会看 其实每个机构 人知都是很短缺的 但这个过程正正 我们都可以发挥 我们的夸专业合作在这里 因为我们都看到 即是说我们现在 我们不论是社会保障 我们有社保 有救济金 敬劳金等等 那些 我们有社医房屋 有我们的免费医疗 有我们的疑康中心 社区照顾 我们的院舍等等 这些其实很综合 而且我们很多社团 都在关注老人家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 在这一点的配套上 我们澳门的做 是不让周边的地区差的 这一点是我们看过的 但是我们如何去业调好 不同的版块 不同的社团之间的无缝化 包括医疗 包括住屋 包括社区 包括家庭之间的一个 跨专业合作 这个反而我们要关注的 因为我觉得每个社团 每一刻都很认真 很用心地在做 但是为什么观众感应不到呢 可能大家就没有 看到整体的概念在 所以我觉得更加重要的 就是说 我们要跨专业去做 而且我们要多些宣传 而且我们要看到什么呢 一个老龄化的问题 不单是老人家的问题 不单是看老人家 说我钱不教我等等 那些问题 而是我们要如何开展一些教育 让我们全社会都知道 我都有留一天 我如何去做筹备 我如何去处备 我如何去处备 这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这是 林白珍教授 不好意思 刚刚上一节 有家庭观众高少少 他提到 那个长者医疗服务的问题 我也想问一下 何主任 其实未来11月 就会有一间 长者专科门产 开始为长者提供服务 相信会对目前长者 看医生轮口时间 从这个问题 有所缓解 其实本来老年化趋势 是加速得很快的 对于长者医疗服务 这个长远来说 长远规划 你怎样看 还有你有没有意见 建议给政府 我想看医疗上 其实就很多 我们中心的长者 刚才一些的记录片都看到 一些长者的反应 都是说 轮后时间长的 因为现在可能不断 社工局都有提出过 我说会建议很多 未来都会建议很多 软舍 或者是增建很多床位 甚至是一些医疗 尼岛 甚至是路环 一些地方都会有很多 衛生中心的建设 但是其实就是说量 不是应该为开而开 其实有很多事情 就是看回质素上面 因为其实很多人 都反映是轮后的时间 是单单一个基础的 初级一个保健 都要等到半年 甚至一些专科 等到一年的时间 会不会是因为开了这些 然后他就快了 另外质素上面 会不会有一个提升 其实这个都是需要去关注的 我明白 我们现在听听家庭观众的电话 现在有刘先生在线 你好刘先生 你好 各位主持早晨 你好 你刚才说老年化 是 你们主持都说得对 每年都会老 是吧 我的预见 早几年已经提过 你社保 老实说 根本不是政府的资源 是所有我们市民是做的 工的 是 长年长月工的 是 你明白一样东西 对不对 你老实说 你几十年前是35元 现在是45元 那你不加 你那个资产 你怎会 你懂得说 年年会有人拿 对不对 那好了 如果你不加那个费 最初是加100元 现在不加 停在那里 是吧 是不是停在那里 是 那为什麽呢 这些就是伤人的事 老实说 你在那里做事 他要供 譬如100元 他要供70元 你做事他要供30元 好了 哇 老板说 哪有这麽徹底的事做的 是吧 主持你真是说得对 你就 应该呢 推广一下 叫你的人 存好钱 每个人会老 那我现在想问你主持 现在你的收入是七八千万个月 一个家庭 那我问回你了 怎样存 主持 你不是说个个好像官员那样 十万八万个月 赌场 赌场 万几万个月 一个月 是吧 现在你说澳门 有谁说 你不用多说 你老年人 你做到什麽 60岁 你说懂得60岁至65岁 才能得到那些社保 或者拿足这样计算 那我问回你 60岁至65岁 需要吃饭呢 主持 那你是不是要做事 等一会 我问你澳门港 你会不会请我60岁做事 是 那你这方面有什麽意见 我说有什麽意见 我说有什麽意见 我告诉你 你社保你的资源 我就早两年已经跟社保说过 你不加的 你不可能会应酬得到 你现在澳门有多少老人化 三分之一 老实说 你老人化 还有你讲老人化 你的医疗券 有什麽理由低于现金分享 对不对 你认为医疗券要多少才可以满足 一万元 一万元 你还有一件事 你一万元之中 你一年后就没效了 我问回你 医疗券是政府的 有什麽理由 喂 听到我讲 请问 喂 刘先生 听见 听不听到我讲 嘞嘞嘞 你有什麽理由医疗券 你给市民就无理由 一年限期 刘先生明白你的意思 对不对 我明白 今晚和人聊到這裏 多謝你電話樓先生 我們聽下一位觀眾陳先生的電話 你好 陳先生 你好 洪小姐 你好 另外三位主持 你好 鄭先生 講一講養老問題 四位你們講的話 洪小姐 首先講一講養老金的問題 李正先生說 我們有沒有意見吧 就說那個施政報告 怎樣去跟特首表達 我那天就有幸 我都在那間咖啡室樓下喝咖啡 我就想上去表達我的意見 很可惜 他的門那個酒樓 那個咖啡室那個樓梯又不是高 但是那些狗就多 不讓上去 他旁邊的表達能力 那些就坐在那裡 而那個表達能力那個 他就是告訴我們 我們爭取的那個小姐 他贊成是跟最低衛生指數掛勾 互聯的那位小姐 但是當時在特首側邊的那位 那位小姐 他就說反對的 反對跟最低衛生指數掛勾的 但是他又沒有一個 考得過這個辦法的方法出來 那我就想不到他 他就整天在那裡 我想和他對質 和說聲給特首聽 表達我的意見 但是我想不到他 那程先生 你那天想和特首說些什麼呢 我那天當然說 你起碼最普通的最低衛生指數 何謂最低衛生指數呢 我讀得輸少 四位你們讀得輸多 你們什麼叫做衛生指數呢 你現在給的錢 連衛生指數 叫做是關懷長者嗎 基本法第20幾條 有寫明的 你是關懷保護長者 他連兩餐溫跑都沒有 你怎麼保護他 你從何說起話關懷他 鄭先生那位高小姐 他講得很對 他上一代崔先生 他們真的 我本人 我小朋友的時候 我都在那個魚丸餐廳那裡 我成為那個恩惠 我爸爸是幫他做工的 我成為過他恩惠 所以我認同他 但是呢 梁先生 你鄭先生又說回 你說要錢 我請問你 你看看 我們澳門 我昨天 今天去街市 你買一斤生菜 8元 看一看那些菜心 12元到15元 拱北那裡 拱北最近的街市 人家10元3斤 2元 過半錢 一斤菜心 那怎樣 陳先生 是 剛剛高小姐 他就說一天 其實起碼都要150元 才可以保障到長者的生活 你認為一天要多少錢 才可以足夠長者的 高小姐呢 他真的 青年 讀多些書 真的 腦筋轉得很快 我就讀得書少了 我就不知道 我就只是希望 很微薄的 願望 很微薄 我就快走了 希望的 最普通就是最低維新指數 掛鉤 明白 你說醫療呢 醫療呢 政府是補充了 但是因為它沒有宣傳 你看現在工聯 工聯是65歲 政府已經有免費醫療的 在工聯那裡就已經是了 還有一件事 我們特區政府 我們那些錢呢 所以為什麼市民不停呢 就是 你不怕 不患寡 只患平均 你看看 你給多一千元的長者 你又說 又說精算 又說 他計算他的 你不 令到他們不見了四萬五千元 但是有很多市民 不知道 說那些長者是貪錢 做什麼 還有最清楚你們說那個園區安置 你看看 最早那一輪 在鏡壺醫院附近的人 人家建一間養老院 那些樓上那些人說反對 連一間學校的校長 他竟然新鮮自出反對 的四位 你們有沒有過過香港 香港跑馬地 那裡有個對聯 今天吳生歸故你 他只要軍體也相同 你們都會有老的 潛潛的水 點滴記心頭 各位 希望你們慢慢想想 謝謝你們給我把風的時間 多謝你的意見 陳先生 多謝你的電話 我們聽下一位觀眾 黃先生的電話 你好 黃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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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好 你好 黃先生 你好 你好 很高興聽到陳先生 剛剛發聲 因為我都很希望他 港先生 陳先生 李小姐 和我們這些所謂的勉力 為澳門貢獻 我見到街上很多老人 你說他過得很好 我不覺得 你說他過得很差 也不能這樣說 澳門街好像飽你不死 我親眼看見那個阿婆 很多年前我打電話 打電話上去那個澳門廣場 然後告訴他 那個八爺 那條腰就亂了 又瘦又成 為了那個汽水罐 幾乎都不夠力 一腳踏到那個汽水罐那裡 他為了什麼呢 他為了那幾毫子 為了那幾元的戶口 我要說的 什麼都說完了 正說陳先生和那位小姐 和打出來的那些 什麼都說的 你最低限度的衛生指數 都要給人家 不要說4,500元 4,000元 我都心足了 說真的 現在多少錢跟錯 好了 講到 人家香港 都懂得弄下那些叫做老人飯堂 那些老伯拿著十幾二十塊錢 紙紙鎮 在街邊買過的那些飯盒 兩送一湯 你壓得一個月 我保證你都不行 美女 院長 我保證你都不行 我看到 那些飯能壓得的 好心理工聯 街坊會 社會那些福利 做一些名人飯堂 照顧一下那些老伯 不用問 派張券 10元位 長者 60歲的長者 進來吃飯 10元位 煮些住家飯給她吃 不要讓她四周圍流離失所 去四周圍等兩餐 這麼可憐 就算你不加也好 鴻先生 最後想問一下 就是私情報告 或者提一些建議給政府 是 那你說私情報 我現在就提了 我希望崔先生 不要只是去群隊街 看看那些小販 你要顧一下我們那些 長者 就像陳先生那樣 出心出力 廣先生出心出力 李小姐盡心盡力 我希望這麼多位 為澳門 想澳門好的人 多些發聲 希望澳門政府聽到 還有感動高官 還有那些 所謂街坊會 收澳門街 這麼多資助 為了老人做些少事 還有那些醫療券 鏡壺都不收 你問回隔壁院長 是嗎 其實那幾百元 這麼窮 這麼賤 這麼強硬去其他地方 人家都不收你 是我和你收 我仗義 那你政府派來做甚麼 不如派現金 購買給他 一天白 下去吃 吃得更好 買橙藥更好 黃先生 多謝你見 政府的意見 聽就聽到 做不做是另外一回事 我們現在可以在廣告 我們會和大家談談 長者住屋屋和老人縣死 以及醫療服務的問題 待會見 回到現場 大家收睇的 蓮花衛視的現場 接報活動 節目的網開講 我和大家一起探討 本來人口老年化 以及養老胡老的問題 本來目前有19間 老人縣死隔 一共提供1300多個縮位 接下來11月 坦仔的葡萄縣死 將會提供2000個縮位 根據本來這個老年化的趨勢 你覺得大愧 要多少個縮位 才能夠滿足長者的需求呢 或者家庭觀眾 在這方面 都可以打電話 發表你的意見 這個問題 我想問一下 豪主任 你覺得要多少個縮位 才能夠滿足 我們本來這個老年趨勢的需求呢 我想不要實質地說一個數字 正如剛剛曾教授也有說過 上海會有一個標準 9073 基本上大家都會看到 按照長者的人口比例的3% 去添置一些安老遠舍的數目 之前我都記得社工局 其實都做了一些研究 其實研究報告都說出 只要不低於3.4% 其實都可以滿足到一個安老遠舍的需要 我想社工局要不斷去做一些研究 務求令到長者的需要 真的符合到他們興建的一個數量 其實很大方面 我們不單單只看安老遠舍 究竟要建多少才去滿足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都在說一個原居安老 當中社區做一些配套設施 其實是在減輕一個安老遠舍的需求 增大聲音 我自己會覺得 這個問題是曾教授你 我們看回養老 剛剛都說始終是一個綜合的問題 包括我們看看 是不是單單太太住宿的 即是老遠舍的問題 現在我們也看回澳門的養略規模 我們也看回 老遠舍可能都會辦一些日間的護理中心 我們會看回它可以放在人手兩邊去調動 因為澳門的人勢很短缺 有些是短托那些 有些是日間去 或者有些暫時可以去到日間那邊去處理 所以我們會看回其實是可以互動的 還有我們做個研究都會留意到 即使是失截症的老人痴癌的老人家 那些家人都不會寫得送老人家去老人院 這就是中國的文化 有些老人家都特別都不願意去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可能幾方面 一個就是我們院舍的服務 那個數量和我們提供的質素去到多少 我們可能要一個監管 第二個我們要看回 給那種文化我們可以接受到多少 所以我覺得是值得去考慮 只能看一個數字 梁老師 其實講到院舍的時候 我想如果你純粹計算老人數目的時候 多多都可能不夠 但剛才也講到過我們的文化 很多一環的社會 老人家進入安老院似乎有點禁忌 還有其實政府一直都在提倡原居安老 希望他可以留在家裡照顧 包括一些健康的家庭 但是其實現在我們包括房屋政策 沒有這個配套 剛才講到你建了這麼多一房兩房 你怎樣希望可以照顧老人家 更加資質在社區內沒有配套 再加上就是社區內 會不會有其他不同的服務之間的協調 現在澳門我們都見不到 包括了很多長子可能經常進出醫院 但是出了醫院之後 可能也得不到一些適當的照顧 包括了一些日間中心 或者一些長者的支援網絡 結果就進入醫院 就加重了醫療負擔 但是如果他出了醫院之後 有一些很好的配套的時候 可能他減少進出醫院的事數的時候 也減輕了醫療壓力 從頭到尾很多東西都是沒有配套的 大家各自為證 所以剛才也說到澳門好像表面上有很多老人服務 但實際上服務之間沒有任何一些配合 或者是一些互相協調 所以形成到老人家 在中間就會自己懂得走位 可能今次去哪裏 下次去哪裏 令到其實整個服務 不能夠發揮一個很大的功用 其實剛剛你提到那個醫療系統壓力的問題 其實這幾年本來是有那個上門 去供應那個家具護養的一些服務 一方面可以解決了長者出門去看病這個問題 另一方面也減少了我們本來醫療系統的一個壓力 對於這個交給護養的一個構思或者一個服務 你認為會不會是未來一個比較值得去長遠發展的方向 當然是一個很好的構思 即是用一個外展式的方法去到老人家的家 但另一個更加重要的就是沒有一些互相支援的服務 包括了譬如長者中心可否發展成長者之間 譬如一些長期病患長者 一些互相支援 或者甚至乎可以簡單的護理的地方 似乎現在我們的長者中心 扮演不到這類的角色 只是純粹還在提供康流活動 只是去玩一下 不足以所說的 但完全扮演不到 幫老人家建立一個支援網絡的角色 可能就是因為那個護理人知的問題都比較緊缺 你的原因到此 這個問題一會兒我們慢慢再談 現在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現在有李小姐在先 你好李小姐 大家好 雖然養老問題不關我事 但我都很關心老人家 我想說說 虎聯那位是贊成衛生指數跨歐 我都很希望虎聯和街總的那個女士長 即是協調一下 街總的女士長 我印象中記得她在這個節目說過 她是反對的 所以很希望 其實我覺得掛鉤 其實這個是最基本的要求 因為如果你沒有一個衛生指數的掛鉤 根本就無法生活 但其實我覺得長者 其實除了錢之外 有一件事很重要 甚至會比錢更重要 就是醫療的問題 我建議 因為其實澳門就是那個政府架構那裡 根本就太過 各自為證 完全是沒有那個計劃的 可不可以現在正在來 因為現在有很多京屋 是正在做的 你與其現在現在 湖畔也是 沒有一個醫療中心的 寧願分開那些京舖 什麼超市那些這樣的 這樣 現在正在來的 每一個社屋群裏面 一定要擺一個醫療中心 醫療中心 類似衛生站那些 譬如湖畔那樣 譬如湖畔那樣 或者石排灣那樣 你都要擺一個類似的衛生局的分站 然後每一等 公道一點 我知道這兩個地方 剛才你提到湖畔和石排灣 都是有衛生中心的 衛生中心 另外每一等 譬如湖畔那邊 有很多等 每一等裏面 至少都要擺 每一等都要各自擺兩三層 是做安老的 譬如湖畔那裡有十等 那十等裏面 各自都要擺一兩層 是安老中心的 那你變得可以 未來可以見到 那個安老中心是會有很多 另外就是想講講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新聞 四地講講研究人的幸福感 澳門是沒有份的 大陸的排第尾 香港的排第3 台灣的排第2 新加坡排第1 那我們好不好 就是不要好像 有些 就是 叫什麼 好像國內那樣 很奇怪 國內人就自以為台灣是不幸福 事實上台灣人是排第2的 就是不要有一個周中 叫做自我感覺 良好我們的官 另外就是 我希望特首如果以後 是巡邏呢 不要只是 每次都是給人的感覺 只是肯去 就是街坊會帶你去的 那些安排 我們感覺上 我們真的是做show 而剛才我聽過 那位老人家 說想去 向特首反映意見的 而他四周圍的爪牙是阻擋的 我覺得不是這麼好 反而你覺得 你去某些人事先安排 那些show 未必是這麼貼近真的民情 因為有時候 你真的貼近真的民情 你應該是 我記得以前很久之前 七幾年 八幾年的時候 有個奧督叫做李安道 他很好的 他真的穿T恤 7、3、4 四周圍 四街巡 我很希望我們的特首 也都好像他這樣 真正聽聽民意 不需要 密會帶你去安排那些show 這樣你是看不到真正的民情 李小姐 很多次你看到那些就是給面派對 未必是真的 所以有時候你做出來 為甚麼民調和現實是差那麼遠 明白你的意思是李小姐 謝謝 我希望特首真的聽聽 真正的民意不是做show那種 我明白 多謝你電話李小姐 我們聽下一位觀眾 陳生的電話 你好陳生 你好 陳生你好 我明白你做的 就算做裝可都好 實際上你的物價和你的人工 是不平正比的 OK 於是其實實際上 維生指數一定要推高的 一定是要加養老金 或者像香港那邊這樣 現在香港有養老金的 就是三個金 但香港當然 我不支持梁敦的方法 有需要的 先不要雙倍 三個金是直接要雙倍 直接要雙倍 然後你在稅務上 或者在福利上面 你有供養父母的 起碼你給人家 那你有年輕人 起碼要供養父母 起碼一件事 不可以依靠所有社會的資源 實際上你現在澳門 澳門那個澳門 澳門那個澳門 那個澳門 澳門那個澳門 澳門基金會所謂支助工聯 街種 是的一千萬一千萬這樣給 但實際上的幫助 不是特別大的 當中的支助是沒有用的 實際上你是好像給了支助 去做一些所謂的老人福利 街坊的福利 實際上沒有什麼的 我剛才講 變成蛇渣病腫 沒有用的 你是有用的 麻煩你們那幫議員 真是慰心慰民 真是說一些實際的近話 給人聽聽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接下來的街種 那幫雙人的代表會 那些人話 但我起碼這件事 我只是市民的眼睛雪亮 你們現在所做的 好像剛剛那時候是這樣的 說你想去特首出來巡驅 那幫街種的人派人做代表 裝了東西 說我怎樣怎樣怎樣 有什麼用 很明白 你現在程先生 我們聽下一個觀眾的電話 廣先生 你好廣先生 廣先生 你好 你好 麻煩快一點點 不好意思 歐元卿和紅美雅 今天最難忘你那套白衣白虎 就這樣 剛剛提到我的名字 我又出兩句聲 施政報告我現在來近 我就希望我們的趨特首 趨世岸 為什麼呢 其實不只是她本人 就算她太太 都是霍英東的孩子的女兒來的 都是做善事的 很多 她的家族都是 但是在這次 我看到她下區那裡 她在那裡阻攔那些 真正想表達意見的人 我也都很清楚內容 是那些社團這樣去控制環境 我覺得這件事情 是絕對給市民 對她的認受性 對她的看法是有些不好的 因為她將會連任的 大家都知道的 等於我說話 何一誠做主席就是做的了 兩年前我已經說了 我告訴你 就算現在法務司分拆了出來 都是張永春或者譚進榮的 不用說的了 那些事情已經知道的了 但是呢 一件事情我看 關於老人家那裡 剛才這麼多聽眾說了 在這個施政報告 如果特首不關注那些老人家 或者殘疾人士 智障人士 那些問題呢 就會出現很大的問題 在以後 因為為什麼呢 現在已經是 已經各個開始飆貨了 跟以前不同了 飆了煙了 已經出了煙了 那特首 他在用那些思想 每次要他出來解話的 要他出來搞定那些問題 我覺得這個是直接不合當的 應該他本人 他下面那些要擇成那些人 搞定那些事情的嘛 我不管你局級私級 那再講的一個問題就是什麼呢 董先生 因為時間不緊 對 未知千萬有兩句話 我想說一句 洪小姐 或者這麼多位嘉賓 我希望你們分析一下 老人家在這裡幾十年 到現在為止 你說就算衛生指數掛勾 根本沒有可能搞得定 最低限度 你都要提升到六、七千元 你現在有 以後你沒有 你沒得給的嘛 那些不是肯定的 那你現在暫時有的 有課 你不給它們 你很慘 不要再搞那些 你們猛貪污那些又怎樣 拜拜 明白你意思 董先生 多謝你電話 我們時間不多 最後讓身為嘉賓 都回應一下 或者梁老師先 我想其實說到 整個安老政策 是相當複雜的 包括可能房屋 醫療 但是剛才譚老師 說到一個很好的概念 就是一個積極老化概念 我們不只是 65歲才叫老人家 其實所有人 都是面對老化過程 政府會不會在這個概念之下 其實做一個積極老化的政策 包括了就算年輕也好 你都要為自己 儲備一個 給自己年老的一些需要 包括健康也好 錢財也好 另外就是整個 整個安老政策 怎樣做呢 包括了原居安老 怎樣做呢 房屋政策 需不需要有配套呢 這也是一男子 近來流行說的一男子 這也是一男子 希望這個男子入面 包括了很多不同層面的政府 都要兼顧到 然後去確保老人家 一個比較有質素的生活 特別是 我想除了剛才說到金額的問題 如果總算和最低衛生指數掛勾 都不能夠衛生 今時今日澳門 最好是參考一下工資中位數 至少工資中位數的一半 才可以有質素的生活 明白 何主任 我自己會覺得金額真的不是太重 真的要去說 因為其實在澳門一個安老政策 的服務措施上面 真的要多方面去下一些力 正如觀眾所說 其實現在的長者已經不同了 他們的聲音是大了 所以在一個服務的轉型上面 都是希望政府可以下一些 在預防工作的措施上面 好 剛剛聽到很多聽到的意見 我也知道一個養老問題 是一個綜合問題